张老师,你把那个豆子叠回家 你们俩是在同一节车厢,是吧? 是啊 有没有人认错过? 有 那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姐姐 你们两个相差多少? 五分钟啊 你住下车票,往后退一下 旁边的车票,来 你太温柔了,他不听你的呀 来,老师,您的破卡 九号中破 十九号下破 第一年工作,第一次经历春运 第一回除夕夜不在家里过 大年三十的晚上,姐妹俩要随着1073次列车 从济南出发,开往长沙 看见这些旅客一上来 大包小包的,准备回家那种开心的表情 我对于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 我有一种特别想回家的感觉 想家了是吧? 对啊,想爸妈了 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想想自己都想哭的那种感觉 都都一起回来了,有什么好哭的 对吧 还有你妹妹陪你一起过家呢 还有我呢,是吧 咱俩干风格的,走 顾不上伤感,顾不上想家 顾不上相互安慰 姐妹俩又走进车厢忙起来 来回三天的时间2400多公里的距离 当他们再回到家中和爸妈团聚 那已经是大年初二了 而在年三十晚上,姐妹俩要做的就是 好好工作,坚守岗位